這條是我們今年新的小科龍 大概長度是20米左右 現在暫時完成的工作就是用新的位置 大概用了3000顆LED燈膽 我叫陳偉成 我61歲 因為住在大坑 所以有興趣在大坑科理會做義工 幫忙做火龍 我們是由19年開始創立大坑小火龍的少年團 所以當時做了第一條小火龍 今年創新是用LED燈膽 用LED燈膽我們需要很多物料 都需要測試和改進 都做了幾個月 我們設計的時候 不知是要拉多少和拉多長 所以我們最初是買了四卷 四卷用完再補充 暫時我們現在統計用了至少二十多卷 電線 而且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看電線 都不是靠網上找資料 或者用什麼物料 令到一定一看它就黏著 現在成功之後 一直教其他雜誌很舒服 小火龍裡面大概用了八千顆燈膽 因為我們要把電線藏在膠管裡 而且膠管是指香 所以有點難度 現在就是在焊的LED香燈膽 燈膽的結構就是這樣 我們就很黏在這裡 就會把這些金色的銅銅線 焊進去 因為怕它正負極會碰到 所以我們就會焊完之後 加了這個套 我們就收起來 我們大概計過 大概一個小時 我只要十對 因為我們是一對一對的放上去的 那就是營時的一對 為什麼這個小火龍 是用LED燈呢 就是小朋友 我們設計給它的時候 比較安全一點 它不會燙傷手 家長又可以放心一點給它玩 但是我們要控制一下它的光亮 已經少了 因為它的光亮大 所以我們要用密度來減低它的光亮 就比較近似真香 因為我在大坑出生的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接觸到大坑沒有火龍 我們已經習慣了 每年的中秋就是沒有火龍 以前是只有大坑的居民或村民 才可以加入這個組別 或者什麼東西才可以玩得 但現在就變成外面的人都可以進來 加入我們一起玩 所以我由我爸爸的時候 我看到我爸爸 好玩喔 那我就一起玩 到我女兒或者我太太 所以大家做一個全城的心理 一來做下去 或者下一代的那些會跟著我做 因為我住在大坑裡面 都有幾十年 所以覺得 多些人進來看或者做個宣傳 大家會見到熱鬧一點 不管是本地或者外地的人 進來看 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很高興 還有做到一個 傳承到這個文化 讓大家還可以看到這個火龍